最新政治議題來看到 基隆成績轉運站在林佑昌任內興建 今年7月正式啟用 但是呢 這個營運廠商的員工在臉書聽文 說已經兩個月沒有拿到薪水了 那國民黨說 現在是在替前市長林佑昌收爛攤子 那民進黨市議員反擊 政治不難推給前市長就好 在基隆啊 藍綠再度槓上了 那我們來看到 現在有個說法啊 說這個指控呢 台電威脅說 如果不給補助就要來漲電價 那台電是趕快來回應說 絕對沒有威脅喔 因為相關的說明 實在呈現實際的財務狀況 電價能不能調 其實台電也沒有辦法自己決定喔 那這個政府編列的千億補貼 其實是在維持台電的財務穩健 所以他們很希望能夠獲得 國人還有國會的支持 那我們再來看到 2002年呢 CNN才報導台灣是行人地獄 接著又發生了東海女大聲走斑馬線 被公車撞死的意外 那這個立委李彥秀就說呢 交通部力推的李讓行人顯然不見成效 他提出呢要落實改善交通的三一計畫 也就是執法工程還有教育都應該要一起來做 我們再來看到營業用車呢 下期使用的這個牌照稅 10月1號就要來開徵了 財政部最新的統計 今年全國開徵的車輛呢 大約是29.3萬 年增8000輛喔 這個比去年能夠收的這個稅額多了2000萬 成長了1.69% 那分析呢 應該是這個租賃車的市場穩定的成長來帶動的 然後我們再來看到 高鐵延伸到屏東正在評估 這個左營到屏東呢 到底要不要經高雄市區 要經過高雄市區還是不經過高雄市區的兩個方案 那立委就擔心呢 如果採取高雄方案 恐怕交通啊會進入黑暗期 交通部長陳世凱說 會大量使用潛頓 而且未來會採取 一邊施工 來一邊通行 盡快的 盡力的來降低對周邊居民的影響喔 好那我們接著呢 再來看到 這個最新的這個 藍綠來針對 這個金華城的事情 他們有最新的說法 他的司機喔 這個王姓司機 王姓司機我要這樣講喔 這個判 這個判決書 他因為判了 他就恐嚇取財未遂 他裡面減附的 剛才我們講的這個叫做起訴書 起訴的犯罪事實 王姓司機所講的所有話 包括說 你那個有點像是 到澳門去洗前幾億元的事情 他也否定說 我沒有去開房間如何如何 但是我要這樣說喔 恐嚇取財的案件 他在判斷是說 你有沒有跟 我把這件事實散佈於眾 造成你心裡畏懼 而去付那三十萬的這個港幣 這樣就夠了 他沒有後來沒有付 檢檢檢 當時沒有去查這些細節 最簡單就是把這個司機找來當證人 司機說他去十幾趟澳門 調他出入國紀錄 北檢只要跟那個移民 移民 移民單位調一下 公文來一下 這個司機有沒有出國 到澳門 馬上就出來了 相關的這個可能的金流 就靠著這個司機去講說他的當時的記憶 他當時如何取錢 如何出去 這個部分都可以重新勾計 而他的勾計是什麼 為什麼要把錢取出去 所以對審慶金而言 這個司機的破口 他兩段 兩個部分 可能很多比較愛八卦的人 喜歡的是房間的那一段 他去都有不同的地方 叫庫有三窟 他跟阿咪就去違格 特殊的 比較情趣型的 然後跟易小威去浮華 花就比較中規中矩的 然後跟這個名嘴就去澳門 所以他都不會重複 減少增加斷點 這個是專業的考量 這一段果然是范老師比較嚴重 一定要會比較在意的是錢怎麼出去 那為什麼會起人疑鬥 是因為當第一時間 這個週刊內容出來說 這個有一個論功行賞 說為什麼他要記載這些名 這些人名跟金額 因為他是公司長 他是公司的公關費用 公司公關費用 他必須要有一個紀錄 這裡面的檢察官 也許會認為這是人頭 因為至少黃大洲的兩百萬 他已經出來否認說他沒有 那其他的人有沒有 其實有沒有他們自己 承不承認是一件事情 金流上面有沒有進他帳戶是另外一件事 如果沒有進到他們帳戶 那這些明目上面的錢 一四五零萬 跟這個阿伯的USB上面的 一五零 到底有沒有時間點上面的敏感性 你看陳佩琪 他出來開記者會講說 他跟柯文哲 自己家族的金流是一千六百萬 一千六百萬 他的商辦是四千三百萬 看豪宅是一點二億 等於是一億六 八十倍 你哪一個人的家庭的財務槓桿 可以超過十倍的